怕你自由地飞头也不会 努力过深爱过就没什么好后悔 从来没有谁负了谁 没辜负那些年 让时间成全我们 遗憾是最美的想念 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马 妮子军 那这张专辑呢 其实就是我人生当中呢 经历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高低起伏 不同的领受 不同的学习 不管在情感面 在朋友的关系上 或在自己价值观呢 或是一些内省的这些 生命的成长 我把它完整地记录在这张专辑里面 希望我所学会的东西呢 借由你们从来不认识的这个 妮子军这三个字呢 重新来认识小马 它虽然是一首情歌 但我把那个情感拉得比较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借由这个歌词的意思 能够让你在不同时期里面 你觉得你在情感面留下的遗憾 借由这首歌呢 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不见得只是男女朋友之间的男女私情 也许是你的好兄弟啊 你的好姐妹啊 这是一个坑 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坑 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坑 如果有机会 有机会的话 因为与其得罪 我选了一个得罪另外两个嘛 那我觉得我三个都不要选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选什么地方之外 我三个都不要 我被你们牵绊太久了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会想找小钟 因为我以前在 修比杜华四张专辑当中 我最常合作的十根曲 都是跟小钟 我那个时候都在创作 都是跟小钟有合作 我都觉得钟哥是我一直以来 想要邀歌或者合作的对象 但是因为他客家人比较小气 他都把好歌留给自己唱 哈哈哈哈哈哈 客家人好开心 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我也是客家人 对我就亏他啦 就是你这好歌你都自己留着唱 不愿意丢一个歌给我 你明明知道我能怎么唱的 但再次跟这个钟哥邀歌啦 我都蛮幸运的啦 我都经历蛮多 出书也有了 演说也有了 然后舞台剧 歌舞剧 电影 电视剧 通通都有了 我都有外景节目 综艺节目 唱片歌手 我可能就差什么GQ杂志 或者什么 杂志拍摄 什么杂志拍摄 当什么型男啊什么的 或者什么走秀啊 什么170以下的男模啊 做一场伸展台秀 对啊 或是fashion show 我就找我啊 或是什么突然间变时尚界的 这个指标 我觉得也蛮不错 这我没有做过 因为我很喜欢嘛 他有需要的 需要我陪伴 因为他可能 呃 一个人 然后可能 那时候好像 我记得是情人节吧 那时候还没有跟我老婆结婚 然后呢 我刚好要去南部工作 然后工作的时候 我看他好像有点情绪 但我就故意骗他说 我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回来 因为我明天一大早 六点钟的班 但是其实我早就跟知识人讲好 说我待会五点钟 这边收工 我就要赶回去台北 我明天早上再赶回来 然后呢 其实我是连夜赶车子回台北去 然后还到林森北路 到处去找玫瑰花 哇 我去买了九十九朵玫瑰花 哇 你太浪漫了吧 然后赶快去找我 找我的女朋友 找我的太太 然后就敲门 然后就 把那个花送给他这样 1月4号 就是明年元旦过后的第四天 礼拜六晚上七点半呢 我要办一场 我人生当中第一场 首发个人音乐会 叫与我同行音乐会 不管你在什么时期认识我的 你喜欢我 或是后来不喜欢 或是新认识我的朋友 与我同行 听了我的音乐 想要来见我本人 我希望在那天可以见到大家 大家引颈期盼 我要找来的神秘嘉宾 哈哈哈哈 对 因为梁朝伟跟我说他没空 哈哈哈哈 刘德华也说不行 哈哈哈哈 清晨五 他说要追你感冒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开玩笑啦 不然就是 就大家来听我说说唱唱嘛 但我认为我 给我太太最大的浪漫是 我觉得我整个人是交给她的 我在我太太的面前是没有秘密的 这够浪漫吧 我没有我的密码 我所有的通讯软体 跟我银行账号 我全然给你 全然让你不用去怀疑 你随时可以放弃 有摄影师有吗 你闹 等一下 很多男生现在看这个 我的播出应该会杀了我 或是 或是来黑我 你乱教什么 乱教什么 你又心好男人吗 走开你 你死光头 欠打 你自己去爱 你自己去给就算 你干嘛要这样叫 害我女朋友今天跟我吵 害我太太跟我翻脸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这样